發射照明彈照亮海面上的視野 搜救人員漏夜在海上搜索 要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赶緊找尋三名失聯海軍事官的下落 一大早海巡台南艦也持續展開搜索 在小琉球南南東方附近海域 持續用人員目測 不只台南艦 騎金艦巡護7號 還有高雄隊10075艇 總共三艦一艇 由海軍統籌調度搜救規劃 另外海軍也出動了S拐動C反潛直升機 在海面上來回盤旋 海陸兩面持續搜救任務不停歇 海湖險艦21號發生墜海意外 當時六名軍事官都正在甲板上進行作業 卻被突如其來的海浪給打落 涌浪過大 造成安全所撕裂 導致人員落水 我們在搜救過程中 為依照潮流這些都列入考慮 海軍海湖潛艦意外 因為救難浮標突落 兵器長 陳姓少校 還有從姓建物官 以及其他四名官兵 當時穿救生衣 浮航固定 卻不小心遭到大浪襲擊落水 三個人獲救 林姓士官長 張姓上士 還有岩姓士官 則是落水後失聯 我們不持續努力搜救當中 我們不會放棄任何機會 海面上風浪大增加搜救難度 不過陣縫寒流來襲 海溫也相當低 蔡總統也指示國軍全力救援 盡快找到失聯事官 靜新聞賴幾家許昏美 請到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